这么大的鱼 这就是石斑鱼 我看 劲儿好大呀 背上带刺 鱼身表面带有美丽荒芜的石斑鱼 是这道菜的灵魂 但要做好这道料理 首先考验的就是刀工 将鱼身从中间划开 分隔出鱼骨进行剔除 只留下两片尾部相连的鱼肉 然后对肉片进行细致切割 分割成几十块 鱼肉细分成小块四段非段 下锅前撒上一层薄薄的太白粉 鱼肉朝外下锅油炸 鱼肉处理好了 但这五柳究竟是什么 木瓜 木瓜 这个是木瓜呀 胡萝卜木耳等五种食材 发酵制成的烟菜 又被客家人称作五柳菜 这道菜肴从清朝流传至今 但这五柳鱼的菜名 又是怎么来的呢 五柳鱼这道菜原本是清朝时期 五柳鱼饭店的招牌菜 在广东地区客家人给五柳鱼 加上当地烟菜 久而久之 这些烟菜也就被叫成了五柳菜 炸过了鲜鱼 摆上五柳菜 淋上糖醋酱 就能澎湃上桌 很好吃 还是酸甜口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这个鱼肉特别嫩 而且这个酸劲 让你更加有食欲 这增口不大 那增口不大 然后就能够